全幻仙侠剧琉璃正在优酷热播中 玄机发现了双翼彩蝶便要去追 斯凤放心不下前来查看 原来玄机追双翼彩蝶是为了许愿和斯凤和好 斯凤看到玄机无恙便要离开 为了留住斯凤 玄机竟然用刀割伤自己 还说斯凤被情人咒伤一次 自己就割伤一次 斯凤要是死了 自己绝不毒活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斯凤竟然直接转身离开 难道就不能给我们小璇竞死机会吗 去找你的彩蝶吧 斯凤 我抓双翼彩蝶 是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 他们说双翼彩蝶是掌管世间情缘的使者 如果人们可以看到双翼彩蝶 就能破镜重圆 相爱的人 如果能够在彩蝶下许愿的话 就可以白手贤老生生世世在一起 可是我 我刚才还是没有抓到 天已如此 我们的缘分已尽 我不信 你若是不走 那我便走 我离开西谷镇 如果你不想我追着 我就等 我一直等到你肯回来再见我为止 我若是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呢 那我就等你一辈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若 你若 真的要等一辈子的话 那就等一辈子吧 欧阳 欧阳 蝶 你若 我若若